2021年農曆新年有何好去处? 有何地方适合一家大世,文青情侣? 今天就带大家去看看 有没有人懂得读这个字? 这个字就是奔虚,奔虚是什么呢? 姚中尔文化馆的本土文化节 就会在今个農曆新年举办 今次文化节的主题是传统手艺Marsida 日期由5号至11号,就由今天刚刚开始 年24日到年30日,时间就会是下午1点到晚上10点 年30日就会到凌晨2点 地点就是姚中尔文化馆,就会是中区和下区 地址是九龙美孚青山道88号 如何去到那里? 第一个你可以坐他们自己提供的免费红车 在这个例子角近D2Place位置,直接接到你去正门 第二就是乘搭狗吧,狗吧有一系列的路士或者特别班次 大家留意狗吧的网上Apps 第三你可以搭到美孚地铁站B出口 步行走5至8分钟亦都会到的 距离不是很远 大家记得出发前一定要做好免费的预先登记 在下面的资讯栏,我就会给大家登记资料的内容 方便大家 因为如果你登记登记,就未必有得入 而且人数比较多,可能要排队 因为疫情关系,就选择少人的时间去 一到入门口,你会有张post card 就是这张,是否很精美呢? post card 背部有一个位置可以给大家打印 在墙里面有四个位置,可以找回相对应的印 然后吸回去 吸完就可以兑换一些礼品 例如这些就是徽春 很有特色的徽春 这个特色试集有很多东西,例如手工艺品 有些自家製的食品,蜜糖,曲奇饼 然后有些过年的装饰品,挂饰 另外有自家製的啤酒,需要大家支持 另外还有两个场馆,值得大家去留意 一个就是一个 微型香港建筑物的场馆 里面有九龙寨城 另外还有一些香港旧区的模型,也很仔细 值得大家去看 另外还有一个场馆,挂了一些很有特色的poster 这里给大家看一些 还有一些很漂亮的闪闪亮的农历新年的花牌 然后还有一些很有特色的吊色 想在一个烦梟的日子里面 读过一个愉快的半个周末 这是一个好的地方 大家可以去在农历新年前 去看看这个市集 觉得资讯帮到手的 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给朋友 多谢 请不吝点赞好和分享给朋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